看好的朋友都不少 那為什麼你會這麼堅持 這麼體淡接下來的油價呢 還有你會覺得會跌到什麼水平呢 其實我覺得 油價現在唯一的支撐強定的動力 我個人覺得就應該是在烏和戰爭那裡 可能有一些進一步的BGS 已經突發或者是持續 而相對比較體淡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第一來說是猛烈地加息 我們經常說有句英文 如果要回到中文就是不要跟聯儲局對抗 那它現在已經是加息 那個態度這麼明顯和這麼狠的 市場不期望它的加息的狠度是這麼厲害的話 那很明顯它打壓那個通脹的意思 是非常之強烈的 那你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能那些資源那些價格初斷 都還可以不聽聯儲局說的繼續去上升的 那如果它繼續是法力這樣去加的話 那其實最後那些資源價格 最後都應該是不服在聯儲局之下的 因為我歷史上 我們都近乎沒見過是資源價格 是最後永遠都不屈服在聯儲局的政策以下的 就算是去到80年代的這個那個通脹是去到瘋狂的地步 那最後又不是給它當年的聯儲局局長 是用極狠的方式是搞定了 OK 那所以基於是最後沒有天下的單局 沒有你可以跟聯儲局對抗的情況之下 那我會覺得資源價格最後來說 是應該可以被它壓下來的 那而且就是說進一步來說 那個推論的邏輯就是 如果所有的商品的價格去到太高的 那就形成了可能滯脹的風險 而且是令到可能的消費是進一步是減低的 那在一個demand supply的角度 如果那個消費各樣都去到蕭條或者減低的話 那請問那個所謂的demand何在呢 那如果demand何在這件事一成立了的話 那根據demand supply的理論 那那個價格最後又是跌下來的 那所以呢我個人覺得就是說 而且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獨歷史獨得太多 我也都明白歷史未必代表是未來的 那但是呢其實我也都明白 就是親眼見過釋入 那六七年前 2014年的時候 油價都懶是如有中天的 其實當時那個經濟很多的烈痕已經出現了 環球的經濟對中國的經濟都不好的 那油價偏偏就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托了一百多一段時間的 那最後的結局就是怎麼樣 就是在2015年和2016年崩潰了 這個油價是從2014年的高端一百元的 它竟然可以跌到2016年跌到二十幾元的 ok 那所以就是說我對於油價其實不是想像中 好像一般大眾所看是這麼樂觀的 ok 那當然了可能也都再重申 是因為烏和的不確定性 它可能會浪波一段時間的 但是如果萬一 那我覺得打仗總是原意一樣的 這個世界沒有打不完的仗的 不會好像古老的戰爭 英法戰爭打一百萬也沒有人 現在不會的了 現代社會 如果是戰爭去到某不是太長遠之後的 某一天結束完之後 這個承托的factor都沒有了的話 倒彎要小心油價會進一步回落去 所以低一點的價位都不平 你自己說不一定的 這是一個很 опас的 每一段時間都可以承托 但是我們可以進去幾乎 封字幕OOK 我們可以自行的 我們可以超過一個 我們可以進入